嗨,你好,這個褶戰中環又回來了,很幸運,準時落地,科技進步 在澳洲飛了九個多小時,加上航班五點,因為沿途要經過很多國家 回到來的時候就沒辦法了,說得及了,吃了杯麵,說得及開球 農曆新年前,再一次和大家見面,澳洲那邊很神奇,今早排隊坐飛機的時候 人籠裡面有人喊著我,原來聽鐘,澳洲有聽鐘,Fans 他們坐飛機又在機場見到,一路排隊一路寒圈幾句 他們都關心我,趕不趕今晚開麥克風,如果今晚真的有聽鐘看著的話 他們說,我寶刀,我真的沒有開麥克風 蕭公就來了,但是不見了呂王 呂王剛剛外游反港,我想要處理的太多,幾個寶貝仔女 寶貝仔女重要,我們這些臭男人走開一趟 同情地理解,美女給她稍事休息 大保護家,唯有我們先頂著當 今晚話題也不少,上次已經說了,真的入閘跑出來 四個了,終於人齊了 但是最新吹風的人都說到,反對某位等於反對中央 選戰很嚴峻 其實我經常都說一句,不怕豬一樣的隊友 只怕豬一樣的傍友 連隊友都不如 喂,你這樣不支持林鄭等於不支持中央 喂,如果我是中央,你置中央於何地呢? 即是你將中央擺上台 擺上神台的美女 你又不是公平競爭,又不知是什麼 又是陰點,就是 如果我是中央,我一定會覺得我的遊戲一定是公平 起碼是他扮演 對,無論如何都要告訴別人,做出來都要 喂,你現在這樣公開,你到底是踢爆 還是扭曲,歪曲 成報就繼續說你歪曲 還是真的踢爆呢? 又不知 如果說踢爆,主要是輿論機器才是開行 最新消息就是其中一個網媒最新進的 據報後面又有一條水喉堵 譬如那些,一年貨不夠接了 忽然接了 又不知是什麼事 即是如果你說有人要統一 戰線,統一口徑 那照計應該有一百花齊荒來支持中央 問題是居然有一些叫做 支持中央的網台不見鬼了 所以要靠一些 忽然接了 要一些傍友出來 說了 又可能沒有代言人 中央沒有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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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有這麼多喉事都不授權 都不授權 千多人有授權一個授權 不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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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要是真的 不授權 都不授權 不授權 對 胡說 胡說 也沒有授權 都沒有授權 沒有 你鬥什麼鬼爭 就算林志明也沒有授權 也沒有授權 林鄭近日麻煩 叫做那個 不是海船門 現在被人拗 這些也不是授權 這些是港同式的低B 綁鞋帶也不懂 原來買廁紙都不懂,更糟糕 剛剛你才DQ了兩個議員,說人家小學雞大佬沒那麼難看 糟糕,那些小學雞已經捕了蛋捕了出來見到細臉 你幼稚園上學第一件事,老師叫你排隊西手拿廁紙 即是他還在雞蛋裏面,小學雞都沒出來 變成這件事很難看,所以林鄭不算是黑材料 現在西九那件事被人追著來咬 覺得人的黑材料是處理不當,我覺得是處理不當 很禮讓 他又不是淺建,又不是收黑錢,這些不算是黑材料 沒有什麼桌底的東西,陰光不跟程序 就是這些,我發覺胡官都很會享受人生 我們輕鬆一點說 胡官又不似,退休之後又不似 有些什麼說,很希望爭取一定要做特首 知道自己未必是熱門,又沒有哭了 突然有人說不懂用八達通,他就去搭地鐵用八達通 錄影示範,不要妨礙我入閘那些 人人都懂得搭地鐵用八達通,他又可以出到這個幽默 然後去廁所影舊廁子,有成萬個讚 嘩,他不是想玩東西,他不是去選 但有人不斷給他一些好玩的東西去玩 成功,吸精不錯,因為這次的選戰非常離奇 剛才的樣子說著,因為剛才吃完杯麵,不想反胃 令那個候選人更搞笑,我喝水的時候 會逐漸,有人擺出了 腿上桌面,說出不出鏡 他是電台來的,但有記者拍著 現場看著,爆炸性 這個節目主持人也不知怎麼給反應 這麼老練的主持人也不知怎麼給反應 你還說,我們一定是笑的 胡蘇曾剛剛跟以前的梁粉叢 大家都是財政司的 這位姓梁的也搞過教育 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最新消息說,大家都很關心教育等等 這個好像有點反傾銷 這位姓梁梁的搞教育 搞教育好像軟性在道 小心點 而且那個 當年教改三頭馬尺,他是其中一隻 而且可能是行頭馬 叮噹 他應該為香港今時今日的教育局面 負起相當大 所以這件事會不會變成倒閉 你放心,香港人很善亡 以前他做過什麼 你想說,相比教這個很好 因為有一個更加差的教育 icon 在你面前 哇,前幾天又是拿命 你這樣說,這麼沒有人性 將優化版TSA搞出來 繼續全港推 不想考試嗎? 就由校長決定 就是將所有的推到一剛而正 但是如果校長說不考 你的壓力會不會到校長那裡 肯定會,殺校的 他不用說殺校 他只需要找教育 打個電話 教育署的官員打個電話給校長 你們學校這樣 校長會懂得做 他只需要找一些事學官來 我看到校長,教授,個個都驚到不得了 只要那份報告寫進去 有什麼冬瓜豆腐 你整間學校都麻煩 這麼簡單 手執生殺大拳 還在裝噎煙 說我經常被人批評 什麼什麼什麼 抬起自己家人的不幸出來 不要把自己家人上台 他只剩下多少個月了 他只剩下多少個月了 因為強國元都好像宣佈砍 即是6月30日 總是6月30日 有位臨山 立法會臨山說 我給錢 貼了這六個月的薪金 送你走 很嚴格不鬆 弄得很嚴格 連近睡晚都會做這些事 很刺激 你自己看看 過去這麼久 你曾經這麼多學生跳樓死 可以磨動於衷 為了解決學生自殺問題 而把TSA吵到拆天的時候 他自己走去日本旅行 然後還說 每樣都被人罵 做人 要有些少廉恥才行 做得一個教育的官員 就算不是只達百度份工 你起碼要給別人一個基本的道德 林鄭很頭痛 坊間經常傳 一 到梁振英路線改不改 二 前朝剩下的首尾 他有沒有份 所以不是黑材料 很明顯 中央是否想這樣 要反對中央 眾人奶媽就是個個局都有你份 這位成吳的局長有份 有份補他上去 有份換片 有份換片 每次都不會買 那怎麼買尿片 真是 難怪真的 政務司司司長官 應該不用擺尿片 很難說 可能監獄局局長官 要擺尿片 那個我不知道 應該擺尿片 這個我不懂 所以今天的亂局 已經清晰了 四個跑出來 會不會有第五個 應該都沒有了吧 但未來眼去之間 陣型變得很重要 很過癮 所以到商會 工業總會 那些專業團體 如何站位 很有趣 第一 就肯定泛民的三百多 現在叫做應該一面倒 胡蘇仔那邊 還有一點反響 例如說 所謂代表基層那些 長毛 就說胡蘇仔 就不會看出民坤 一定不投他 又可能會自己出來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泛民三百 不是戰狼三百 不是戰狼三百 搞定 到底是不是ABC 是Anything but carry 還是 薯片 都摘戒 還是怎樣 不知道 這個最主要的單一因素 但反過來 跟那邊商 建制版的票倉 就亂了大龍 上次我都已經說了 甚至有部分的 comments 長篇大論 真的是在數票 但沒有時間數票 原因就是 商界的最主要的票倉 上一次 唐營剩下的兩百多 你又不知道是否拉到歸邊 況且 六八九上台之後 是所有這些組織 其實都在安插親信 所以大家如果只留意著 泛民的選舉情況 大黨選舉情況的話 而忽略了功能組別選舉 就非常傻的一件事 但是上一次香港總商會選舉 李秀行那一刻 都已經吵過 是否有人中票 結果那個選舉會議 董事局選舉會議的時候 差一點都贏得到 所以很兵空戰危 這是傳統的香港 他們的怨氣 很明顯有怨氣 連他們都說怕有中票 新進商會會員加進去 混淡中票 我不知道他們算不算 然後年輕人和老人家 完全是兩回事 正正是蓮月曾說的 新版塊的問題 所以單是在商會 工業總會裡面的版塊 都是不清楚的 工業總會 以前是唐英年很有淵源的 工會主席 工業總會就是 就是當年幾十年來的 那些公司商界出來的 這次是陳敏祺 吹豐說工業總會 一定要支持 否則就是反中央 頂帽子很大 就這樣來 我覺得扣帽子 扣帽子很少 應該就是說 扣帽子不是沒見過 扣帽子 要是四人幫扣帽子 你明白什麼事 問題是那些叫又紅又尊 越同越革命 現在是由一個工業總會的頭 有錢人出來跟你說 跟紅衛兵差不多的事情 精神分裂 我不知道怎麼分析 其實建制派裡面的選委 很難控制得到 現在是七國那麼亂 所以你說 音點也好 什麼都好 已經不是以前那種玩法 所以更加要提醒各位聽眾也好 觀眾也好 選民也好 不可能你選委 都要留意一下一件事 就是 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簡單而分 親政府不親政府 你不要分得那麼簡單 裡面那個其實 裡面的板塊多得不得了 而且是整個位子的 跟上一次2012年的時候 那個擺位是不同的 因為經過了這幾年的鬥爭之後 以及人事部署之後 再加上甚至連大學那些校委會都還插了人之後 整個完勢都不同了 不一定說插旗就等於會贏的 高教教也反轉了 會計界又反轉 反應都會計價的怨氣是極小 所以不是插旗就等於會贏 不是中票就等於會贏 這個世界非常有趣 所以這次的選舉有一樣東西 即是黑色幽默 符合習大大所說的要有競爭 問題是這種競爭 聞起來無論如何都不像 鬼佬的選舉競爭 像什麼鬼呢 像這個遊擊戰 像中國的內戰 周圍山頭那隻 很不同的玩法 所以這些叫做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 真是大開眼界 還有你發覺一件事 你這次為什麼 那幾個 那四個 一個是港英時代法律出生的 另外三個都是公務員出生的 有兩個就是直接留官出來選 另一個是葉劉遲了官之後 就出來玩直選這麼多年 出來再選 但我們發覺 他二十年來 中方那邊跟正苗紅那邊 竟然到現在都找不到一個可以出來選的人 即使曾主席 每個人都認同他的能力 和他的忠誠 都不被支持他出來選 其實真的很反映二十年來 因為建設工作 中央培養治港人才方面 絕對不可以成功 我不敢全盤失敗 即是你想找一個你完全相得過 而有完全像樣的人 都找不到 真的你要好好檢討一下 上個禮拜都提過這件事 建制那邊有些智庫都說了同樣的說話 丟掉了心口 為什麼聰明那些不過來 上次你也說了 這次更加明顯 不是我媽的 黃翁石媽的 明古道出奇門 所以再過了一個星期 劇情再更新之後 這個裂痕就更加明顯 所以你說真的換了梁振這個人 可以解決多少問題 我不知道習大大有沒有聽到 很明顯不是人的問題 很明顯是路線的問題 而且這條路線 還沒完之前 還想延續 特首未選 想引起一個更加大的社會爭論和分裂 就是搞郊野公園 上個星期 施政報告才說要移動郊野公園 現在一個星期都不夠 又說要找地 就不是用發展局去找 照計應該由馬紹祥 那個發展局去搞 陳茂波去做財政司 馬紹祥頂上 現在要找環境局去搞 啊? 環境局找一些沒有那麼大生態價值的 邊緣地方去搞 即是文革那時候要抽策 要交人頭那隻 我自己就不明白 我現在就不明白為何不找發展局去做 去找找星爺 應該就是反過來想想 你就知道為何 小時候也不一樣 他所謂的決策過程 就不問你第一步做不做 他只是問第二步是怎樣做 找得這個星爺 出來揹握 就說麻煩你交人數出來 哪幾個郊野公園要斬 問題是他就 skip了第一步 為什麼要斬交人 黃錦星個人弱 你看到這個局長之中 他的性格比較弱 不是說他人衰 不是吳黑劍那種叫做衰 他說他人真是弱 給你的感覺就是 不敢將自己的原則站眼 這樣呢 壓下來一個命令 麻煩交數 所以交野公園這次 明知在這個時候 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引起社會爭議 還要一而再再而三 這樣推 就證明他多想推這件事出來 沒有的 又是那句 梁振英現在還要特首 除了他想延續政策之外 其實背後有巨大的利益 考慮在土地之源 這些鄉郊地方 很多地方是跟新界的土地 私人土地聯繫的 當年他將他列入交野公園的時候 有多少是牽涉到 新界原居民的私人土地呢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 將來引起很大的法律訴訟呢 因為你不移交野公園就沒有這些 法律訴訟 那時候你把地 給了政府 給你多少錢 你現在移交之後 他如果用法律訴訟 你給他一塊地 或者要有巨額的賠償 你怎樣呢 這些手勢就是要命 為甚麼呢 照道理 你一個看守政府 就沒理由大作為 唯一大作為的可能性 就是你的政策一定會延續 明白嗎 所以就擺明 換人不換政策 就等於換人不換路線一樣 換人不換路線 就是我不想交權 說得明 而且這個交野公園 土地就是我能夠操控的利益 將來這麼大面積 四成的香港土地面積 就是交野公園 是陳茂波才說七成而已 他上任的時候 原來交野公園佔 香港總面積多少成 都不知道他說七成 追報大數 就是報大數 很明顯就是 這個是想 除了繼續製造香港的撕裂和紛爭之外 還要計算未來的利益 而這塊不是病仔 這塊是香港最巨型的利益 就是土地 對吧 所以這次選舉 大家不要只看這麼表面 雖然胡冠玩的影片玩得挺有趣 這些太表面了 要看就看門路 即後面的人擺什麼牌 走什麼路線 交換什麼家科 這就是值得研究 所以我奉勸香港人 你不要常常以為 供求問題 因為土地供應不足 而令到房屋問題這麼惡劣 不是這一點 土地供應非常充足 土地供應不足 蕭公說過無數次 絕對是可以有充足的土地供應 另外就是他為何要告訴你土地供應不足 就是因為他要利用這一點 人為製造土地供應不足 而操控土地 搞郊野公園等等 來延續自己的政治影響 和經濟利益 背後是龐大的經濟和政治考慮 有些招式體是怎麼用的 工具你問我其實是中立的 視乎你立心如何 為何說這個說話呢 當年死人英國佬 麥利浩那個年代 都被人救病他一件事 叫高地價政策 問題是死人英國佬 夾高地價 是要確保非經常性收入要充足 他輕饒薄富 稅機不足 他不經過土地增值 收回資源給政府做事 他哪有收入 當年英國佬做事 是整套配套去做的 雖然所謂市區土地 叫貴 跟現在沒得比 但當時 那時候叫貴 那時候的感覺是被人救病 他說是行高地價政策 他講得明白 如果他不用土地的拍賣收益 去填補庫房的精神收入不足的話 一是狂家的稅 不可能 不理營商 第二 就是有很多民生的支出 你都給不起 當年麥利浩搞的十年房屋計劃的話 其實其中一樣必要的工具 就是高地價政策 這是真的 不過 他不是利益輸送的 想清楚這一下 他不是人家圈地 政府主導的 他真的用高地價拿回來的錢 去做一些社會建設 公屋居居居 有數得計 還有七八十年代 教育醫療的改善 每天你都感覺到改善 英國老謝說 當年這個工具是中性的 視乎你怎樣用 其實只不過變成一個非直接的稅收 今時今日就變成一種 揭擇而如機 嚴重剝削 工具的下延 是否放在誰手上 所以為甚麼就是 以為政治不關自己的事 傻了 現在大家就看看 即是現在那把刀是很利的 是很好用的 人家用來攀調一些很正的東西 出來大家分 大家都可以 大家開心 那幫混蛋 就拿把刀出來砍油 還說這些是為你好 所以大家記住 郊野公園不是一個土地供應不足的兇手 不是 他是香港的生存領物 我們講過很多次 現在不重複太多 而移動郊野公園 不是那幫要移動郊野公園的人 不是為了解決香港的居住問題 而是他們背後有極龐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考慮在那裏 不要隨隨便便說 這些就是供求問題 有多些地就可以建更多些房子 我可以這樣肯定一句 如果他們這樣做 即使你剷掉所有郊野公園 都用來建房子 你那些房子和土地 落在甚麼人手上 他們仍然會很有意識和很有能力 去製造土地和樓房供應短缺 大家仍然會沒有居住 而到時香港的家庭公園沒有了 生存領物沒有了 他們拿著一大筆錢隨時走路 香港其實真的等死 此其一 內部問題股市人煩 剛剛觀眾也提及 國際形勢如何 是相關的 特朗普 特朗普 剛剛宣誓 香港到現在 依然是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地方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 五十年不變有上限 對不起 那個時間我感覺是 再短了 那個感覺末日的情緒高 以前97 這個感覺很強 外圍的末日感覺更嚴重 美國特朗普上台之後 連續出幾招 大家知道是廢了TPP 內部發生什麼事 都其次 但接著已經在恐嚇 南海隨時可以動手 說了很久 我不知道真的會動手還是不會動手 這個所謂美日台聯防一線 已經很明顯 已經形成了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接錯英文電話 不止 這次的就職禮 哪幾個嘉賓話 你想想 民進黨代表 台灣總統 真可憐 酸葡萄圖都爆了 另外還有就是 香港是陳四萬做代表 笑爆嘴 擺明是耍你 所以這一下 美日台的聯繫 肯定不能離開 即是說 重返亞洲那件事 去得比奧巴馬更厲害 是的 絕對是 奇怪到大陸還有一些 特朗普上課好 美國歐巴馬重返亞洲 現在這個政策不玩 你討厭歐巴馬一回事 你討厭歐巴馬一回事 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政策 有他的 萬事方式 問題是 特朗普不說重返亞洲 他直接動手 就是不了解國際形勢 又不了解美國 又不了解自己中國 特朗普的選民是什麼人 本人都鷹派 22人opp 你竟然希望特朗普上台 一個上來就說要上沒有倒置石油管 即時看到 立刻在招石油管 你就明白他背後的 那個石油 eldest strength 財団的利益 一定是侵略性 更加不會放出南海 明墨仙 南海的筆是第二科目 這個偉大的強國 石油儲備用了多久 如果沒有了南海這條海上的絲綢之路 其實是石油之路 沒有了馬六甲海峽和南海輸送石油的海上的運輸路線的話 只可以靠以前的蘇聯老大哥 現在普京和俄羅斯 不過普京和特朗普都會抱頭抱頸 比起這個重返亞太更恐怖的一家科 就是美俄聯手 大包圍的形勢比奧巴馬的年代更嚴重 而且表面上中俄聯手 其實是中國差不多跪地位置 就算是中俄聯合軍演大部分的錢都是中國給的 而俄羅斯對中國的領土霸佔得最多 而且全土就不讓 不止 普京接受訪問的時候對著小朋友忽然間同言無忌 俄羅斯的邊界無上限 誰跟俄羅斯有最長的邊界呢 你直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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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大家一向都知道俄羅斯最害怕的是中國在遠東地方 那是人口 海參威那些 中國流動的人都隨時多過許心威那些俄羅斯原居民 一向都多過他 但他不害怕 他不是害怕的問題是煩惱 你明白他那個帝國東線的出海口就在海參威 日本北方四島對以前叫賓海省的那個 賓海省的那個 賓海省是清朝那時候 清朝叫賓海省 現在是堪賊加伯島 你考他吃一看 你改名了 賓海省的那個時候叫庫業隊 現在叫沙哈南 他自己和他遠東地方人口真的很少 那中國人口跟他對比是完全不成比例 這是第二個很過人的問題 到底俄羅斯和中國打仗是否靠人口決定呢 當然不是啦 不過這樣 當你中國經常說領土什麼什麼 我們中國偉大祖國復興什麼什麼 你有一句領土的侵略性 那個 騷擾出來肌肉的時候 你俄羅斯會不會覺得 沒事啊 不關我事啊 是不是 他畢竟都是北極熊的 北極熊會肚餓的 旁邊有一個 有一個肥肉 有一個肥豬 旁邊有另一隻什麼 野豬也好 大熊貓也好 在那裡喊打喊殺的時候 雖然不是向著我 那我都要看看 嘩 我後面那裡這麼大塊福地 你是不是想 遲早到我先 所以有很多人經常說 美國退出這個自由貿易 中國可以乘機崛起 諸如此類 外行人是熱鬧啦 這句話聽到驗了 就是最近經常說 中國劃成最大贏家 大陸的傳媒都是重複這一句 就是copy and paste 現在最大的風險就是世界貿易戰爭再次崛起 怎麼贏 英國脫鉤 中國劃成最大贏家 川普贏了 民主黨輸了 中國劃成最大贏家 中國劃成最大贏家 在那些地方做新聞多好 標題永遠吸進去 不用想的編輯 這次要還裝甲車給新加坡 是不是中國劃成最大贏家 應該也是 嚇一嚇他 跟台灣眉來眼去 中國必成最大贏家 怎麼劃成呢 有時候國際形勢 真的不要太過 所以這句話唱好是沒有意思的 現在很糟糕的中國 上一次就已經行民樂集放狗外匯不准走 現在直接說 買搬家 把錢散裝 都說不給 結果你還說什麼外貿呢 你剛剛年底又說要放七千億出來救市 因為你年底可能派 派利是都沒有現金 於是又要放水 你不能不放水 越放水的話 你的外匯全體越來越低 那麼特朗普就看著你外匯全體 跟你打貿易戰爭 你猜一下會怎樣 他最害怕的 他外匯全體 大家都知道自己 一國的貨幣 一定要有你的外匯來支撐 是啊是啊 當年97、98年那個亞洲金融豐富 為什麼那麼多個國家 泰國印尼那些 泰國印尼 連政府都倒閉 他沒有儲備去撐 他的儲備不夠 是啊 當這些 大惡來動你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打你 所以變成你內政一回事 香港現在面對相同的風險 所以溫憂就是經常吵架 拿來死 香港其實根本就是 靠自己的儲備來上次跟大惡打過的嘛 現在呢 拼命起 高鐵呀 寄鐵呀 賭錢出海 難道那些東西可以幫你捍衛貨幣嗎 他不是打算捍衛你的貨幣 分餅仔 他自己啦 大家這裡香港這麼大塊肥豬肉 一同知什麼事啦 這隻船是黃金 在香港這隻船上 船沉之前 會加緊把黃金刮下去 就是海盜而已 用那些小艇秘密運到美國 運到英國自己的 銀行戶口 大家很清楚明顯看到 建這麼多大霸杖工程 為什麼 是不是 還有很多講諸說 這些叫刺激經濟 製造就業 什麼什麼 暫時在你的手指那裡 留給你 那幫人可能覺得很過癮 實質上你對香港長遠的傷害 是很厲害的 所以為什麼這次 經常說路線的分歧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指著胡蘇仔 說他理財保守 正正就是這傢伙 所謂廢造十年 保住你的家當 不然 你破了幾次產 都可以了 有時候 錢要花 是應該花的 好像你的院舍 剛剛出口 這些錢是應該花的 教育 醫療 這些是應該花的 大霸杖工程 做少一宗 這幾樣東西 剛才說的教育 社福 醫療 已經可以 改善了很多 不是改善了很多 是解決了 你計劃一條三跑去站多少醫院 醫院不足 信 我不信 看一條高鐵可以建了多少 所以基本上那些所謂大霸杖工程 一件都嫌多 原因就是 所謂嫌多 不是本身是多不多的問題 而是其他地方應該要花的 反而你不會花 那怎麼辦呢 而且這整大霸杖工程 一開完一個又一個 而且開完之後 一定是超支 而超支是無底深潭 另外還有一些很過癮的東西 大家心水清花計算是真的 即是自己有朋友在開工 香港其實那個社福開支 不僅是政府揹飛的 不要忘記香港另外做了 第二大金主 那個叫馬會 香港菜馬會 當年英國人想出來絕世好 跟高地價正式差不多 非直接的徵稅 明知道你什麼人打死都不想交稅 不過這樣開賭一定會下注 中國人喜歡賭 開賭一定下注 這給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直接在澳門開賭場 你們就是中國人喜歡賭 英國人 開賭 都是賭場 但賭得高尚很多 第二 又是英國聰明地方 明知工具的中性 他又怎樣用的問題 開賭沒有問題 反而他就把賭博 採金收益 勃歸善 社福 這樣就聰明了 教育 社福 還有很多文化 對呀 很多他們做的 很多 其實就是一個 恆償的福利 資金來源 除了政府之外 又是用那招非直接 間接收 收你的賭仔 的身家 心甘情願送給 心甘情願送給 所以你知我都聰明了 問題是這個 這個價錢落在不同的人手上 要發生什麼事 賭仔就照賭 不過拿了一個西九 西九還要整 整個故宮 而那個故宮本來也是好東西 馬會也是好東西 整出來之後 溝下去 第二個問題就是 馬會的35億 如果拿來建議院 你猜會發生什麼事 明白嗎 其實馬會的錢都是有限的 明白嗎 還有你最可恥的 醫療竟然去減 減了 你是沒有理由 現在人口老化 都市病越來越多 等等 你還去減醫療 養命正 哎真是 祖國大衣人才 他說 你死不死 所以施政的理念 其實你看政綱還是看政綱 我不知道遲些人會出了什麼政綱 問題就是 只是說香港的可持續發展這一句 我不是說永續經營 已經不說這件事 香港可持續發展未來這一屆 特首任內 想怎樣 還有未來這一屆 外圍環境一定要你命 加息就加硬 最新消息就是市場人士 普遍還是看好 劉駕惠星 但是有一個摩笛追雲 已經出了聲 每次都是他 春光水亂駭才知道 大摩 敵牌中耳 說樓價會跌 原因是美國會加息 我覺得 加不加息 還是另一件事 因為我記得 97年樓價 暴跌之前 那個下 是否升得很厲害 當時是超過十多 樓價 但是那個利息 和貨幣供應 貨幣供應沒有斷 都是泵水出來 這次貨幣供應 香港會不會印銀子 你想想 中國印銀子是印給自己的 香港有多少漏出來 這算是唯一水源 差不多 你想想 各大外資在香港都是斑枝回潮的 美國是最明顯的 因為他的利息敏感得很嚴重 日本其實差不多 美國加息的話 美國資金或美元資金 你是由很低的利息加少利息 賠數利息升成本 你不要以為零點幾個利息好像很便宜 而是在於用那些錢的那些傢伙來計 你是倍數升了利息成本 有什麼辦法不斑枝回潮 不如回到美國買債券 香港賣 所以美元資產 抽走 基本上 逃不掉 現在 預算了 這次不關川普的事 他拿了收集結尖堆 歐巴馬任內美國經濟太好 沒辦法 所以拖延了加息也拖延了幾次 這次不能不加 加還會不加速 這個不知道 極有 看頭就是回到 包括美國佬那邊 川普說美國優先那一下 只是出口術恐嚇你 都已經幾間大廠 搬回美國開工 還有 要向那些 在外國設廠的美國企業 你的 產品要由 外國生產運回來美國呢 抽你三成多歲 這就是貿易戰爭 這些是懲罰性的 懲罰性的問題 你想想 其實那些廠 在國民經濟的統計口徑裏面 他們先進入哪裏的數 他們不是進入美國的數 如果那個所謂世界工廠 在世界強國那裏都是強國的數 其實我告訴你是不是美國所謂人擁有的廠 是強國生產出來的東西 去美國現在就要徵重稅 擺明的了 他當年去其他國家 不管你是中國還是墨西哥 他都是因為當地的 土地 成本便宜 人工 土地 各方面便宜 如果你這樣抽水一定是成本高 你如果成本高的時候 我有什麼理由不回美國 雙人一定是計利益的 所以呢 所以 另外你說 紐價會 摩迪追雲說他會會 接觸到的 紐價是不會跌的 我也是這樣計算 我不是計算 我是在社會上接觸到 我說紐價 是危險的 這是預期的問題 我說紐價是危險的 因為已經升了那麼多年 各方面的因素都已經去到那麼盡 紐價會跌是差在什麼時候 但是每個人都說不會跌的 不會跌的 這個心態 跟97的時候看到的 是很相差的 所謂不會跌 其實我看得多 最主要因素都是北水南樓 這些錢 外途 外途第一站當然是香港 這樣也很奇怪 而資本最重的就是房地產 所以多數來香港第一件事是賣樓的 即是說 香港的樓根本不是用來住 一直用來炒 一直用來炒 以及美其名的投資 所以所有的地陸 所有香港的海田 都拿了交易公園出來 蓋屍樓 或者什麼樓都好 你自己看 這些樓都是 給資金去控制 就不是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去住 沒有可能 以現在這樣的經濟運作模式 再加上那群利辱分心的傢伙 這樣玩東西 你就覺得 不要 即是剷除香港的所有交易公園 這些生存命脈之後 你就可以有樓住 對不起 揭摘而遇 對不起 揭摘而遇 那些魚都不下你的袋 那些魚是下了這一群 叫做在香港船沉之前 要將香港船上的黃金 運回到自己荷包的那群人手上 不要想著揭摘而遇 你有份吃魚 沒有呀 你連魚鱗也不能吃呀 總之香港人就像魯平所說的 即是命啊 即是命犯賤 如果他也命不好 不不不自己拿來壞 好像那些撐交易公園 那些 香港一般很多都是說 交易公園沒有用呀 有荒地一片呀 你親自上去那些交易公園 看看 你就會明白這是香港生存命運 所以就明白英國的經營心理 真是 質素 沒得比 沒得說 所以這次 除了香港本身 特首 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出政綱 大家密切留意 應該很快 下星期應該 應該在時機 下星期就要看 剛剛過完新倉 應該去入旅 他拜年的時候 已經說了 我錄錄錄錄錄 內部的麻煩 就固然 現在好像 變成那些傢伙 好像樣子 或者拼命在搶錢 都不理你們外面發生什麼事 北極熊跟這個大象南面 印度蠢蠢欲動 印度又跟中國不該死妥 北極熊跟大象一向都關係很好的 很友好 很友好 印度的外交OK 英國也很友好 美國也很友好 美俄羅斯也很友好 你只是想一下 中國跟他打過交 他跟中國最不友好 有張打的 他邊境問題都未解決 另外西藏的流亡政府 還在印度 所以印度一向跟中國不妥 你以為他們是朋友 傻了 還是李克魯時代 打仗也在那時候 北極熊跟美國人的攬頭攬頸 南變成大象 又跟中國從來不友好 又跟美國人攬頭攬頸 然後 美國人和日本人 和台灣和韓國也攬頭攬頸 南面還有越南呢 只有一個人在兩邊跳草棍 拿著素 富士斌 還有一個 金三世也是 金三世傻的嘛 金三世更煩 還令你強國更恐 這個人 他生日禮物 人人生日禮物 我也有 那個叫原子彈 其實看到金三世最慘的是北京 在我旁邊 搞事的時候一定會搞著我 撐他又不是 不撐他又不是 只是 在邊界經常逃兵過來 搞亂你邊境的 這位肥子金 正正就是看中這件事 他怎麼瘋你都沒有收 因為你中國不能不補他 為什麼你當年中國要補他阿爺呢 補他阿爺也是少 現在不補他不行 你唯一的緩衝地帶 補了 大哥 你還想怎樣 當年 志願軍這些 血就白流了 為後世歷史製造那麼多麻煩 這些是政治計算來的 你肯白流就白流了 所以問題就是 過癮到現在還有多少解放軍會賣名 這個問題反而大 高級軍官 最高層的子女 還有自己財產去了哪裏 不知道要問阿貴 我當你解放軍的導彈很厲害 射到一兩個過美國 紐約又好 嚇唬美國人 他敢不敢射呢 紐約那裏有我的銀行戶口 他的子女老婆在那裏 掌握他們 行蹤的不止我自己 美國的CIA還清楚 北京那裏自己的敵對勢力也很清楚 我射的裸彈過去 跟自己的家人過不去 跟自己的家人過不去 怎樣打我都未知 完全想不到 雇之然就是那些 上鋒的將領全部都是 買回來的 那些會不會打都真是成問題 最近的遼寧艦都出過 有些傳聞 很過癮 改裝的時候 俄羅斯的金屬和中國的金屬 接下去 不行啊 分分都解體 遼寧艦 以前有一項有些 比較熟悉中國國情的說過 這些東西 不是用來嚇唬外面的人 是給裏面的那些人看的 我們很威風啊 你看我們的肌肉很厲害 同意啊 這些是我們叫做show case 但是那些肌肉不是真肌肉 是吹氣進去的 是報警版 大家都是流動報警版 分析完全沒有錯 軍事歸軍事 可能令他開一個題目出來 好好好 開軍事 就是說 實在這個遼寧艦 是一個宣傳牌子 不是真的用來打 不要想著他會打 你天天在飛機試 升降 你玩一下搶探 隨你的貶 問題就是 美國人看見你會笑死 會笑啦 美國的航空母艦 遼寧艦一來已經是 俄羅斯的一個古董 屬於中型的航母 在烏克蘭 沒有人要 才賣那隻艦和蘭鐵拖走 不是說我有錢 買一隻艦回來就立即打 你還要慢慢演練 整個航空母艦編隊有多少潛艇 多少戰機 戰鬥群的概念 多少直升機 這些日本是非常有經驗的 反而就很看好日本人 不說得笑 日本是除了美國之外 航空母艦 戰鬥經驗最豐富的國家 雖然已經隔了幾十年 但是他的這方面 經驗 以及 日本 他仍然 沒有留住這件事的所有紀錄 等等 不過他不會給你看 你看看日本的自衛隊 本身的戰鬥機 還有巡洋艦 人數不多 還有他的直升機母艦 隨時可以立刻變成 小型航母 而且他現役 隨時可以投入戰鬥 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 所謂直升機航母的概念 其實有少少要修正 你現在看他是配置直升機 你看清楚他的設計 是用來配置垂直升的戰鬥機 最新那代隱形式的 都是可以用這些航母 海上的流動作戰平台 絕不信息 不要以為是大炮巨艦 你講的是垂直升降 大家不肯理解 你講垂直升降 他不需要跑道 甚至跑道很短 你看遼寧艦的跑道是怎樣 向上翹起 即是他的垂直升降技術不足 不是為了升降 他叫做jumpboard 他不是直的 是翹起的 這個由來減短了 他的甲板的長度 但垂直升降概念 真的完全是垂直升降 他其中一個是借力的 所以他都是會向前彈的 問題他加了垂直升降的那一刻 要將他向上拉 所以他的跑道可以短 不一定次是垂直 直上直落那一隻 所以你發覺 以前英國佬那些 用herrier 即是妖式戰機的年代 都是差不多的 變成縮短的艦 甲板長度 方便了這一類的戰鬥機 使用 所以你看他當時打福克蘭的時候 有用過類似的技術 大家可以留意到 雖然是英國那麼少的艦隊 他都可以遠征 大西洋 千里出擊 可以打敗另一個 主權國家 是有眼睛的 所以不要看著 數量 艦艇大小 不是這樣理解 數量跟艦艇大小 當年隔五戰爭 已經是出現了 當年清朝的海軍 段敦位計 段數量計都不輸給日本 超前很多 全世界 海軍強國英國美國 都不相信 中國會輸得那麼慘 為什麼呢 原來敦位 和數量 不是最重要 船大 但是 不表示船堅 大拋巨型 又不代表豹尼 香港經常內鬥得太久 被梁振興玩得傻了 固然不是不留意選展 看看政綱會不會出 新出會發生什麼事 但這個內部的形勢 你不能夠抽離外圍去看 習大大緊張是有原因的 原因 不是說你港不港獨 而反過來 到底他外面的關係搞成什麼樣子 你香港的國際地位怎麼理解 如果仍然是一面倒 又紅又尊才叫做愛國的話 你真是坑海 外面這樣圍堵形勢 香港的 獨立的經濟地位 自由港的身份 更加緊要 大佬 你變成煙喉 不是說跟阿爺過不去 你反過來路線不改 自己玩死自己 還有哪一個人 要在香港搞事 一般香港人不會搞 至於你說港獨的那些廢青 小學雞廢青 他們就算想搞都不會搞得出什麼 真真正正 你想想 香港搞到亂糟糟 這幾年 哪個最獲益大 分贓 分贓問題 分贓問題是哪個獲益最大 所謂社會撕裂這些東西 都不要看得到表面 所謂撕裂 有兩種形式的事 有一種就是 你那些年輕人 政見光譜 你以為那些真的是撕裂 其實那些是不會有殺傷力的 你想清楚 香港作為經濟城市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 中國最主要外匯最主要窗口 大哥 你哪裏出問題會先死 你明白嗎 所以現在商界和政府那個分裂 這個才死得人多 商界會不會跟你說 黃之鋒那類的 會不會說港都不會的 商界不會的 商界現在 他是不是不跟你 爭過 所以你看到現在那個 陣營裏面的分裂 那種分裂才叫死得人多 你自己也要檢討一下 商界一向向香港親建制 他是建制的重要構成部分 跟政府的建制利益是一致 為什麼這幾年整個商界 會去到各自水火不容的地步 本來一個都很團結的力量 穩定社會的一個力量 會變成一個分裂的力量 是不是 自己真的應該檢討一下 我們向香港那麼多年 尤其是英國的時候 商界和政府關係真的很好 是不是因為商界不愛國 喜歡愛英國 不愛中國 官商同謀嘛 顧語德也有寫的 當年 還有你那時候相對來說比較公平 遊戲規則比較透明 這個很重要 你現在是調戲不順 大家都是出來投資做生意 在這樣的遊戲規則底下 分不分了一件事 總之大家在一個 相對公平的遊戲底下 你想想第一個被迫反的 迫加坊是王維基 他拿了一個牌子 那就是了 一二年的事 沒有犯法 社會都認可 全市民一般都歡迎 你竟然為了 你自己的個人取向 我就DQ你 完全不需要任何 還要作為競爭過多為理由 現在得到一個電視台 競爭什麼 他都在死 都一樣不發牌給你 你商界的原先比較公平 公開透明的遊戲規則 被你徹底破壞 一般商界我自己做生意 你虧了我的電視台 不要說不相信 覺得自己不夠運也好 經營不善也好 你現在不是 你用你自己手上的權力 強硬弄死我 而且不止一個暗地 還有很多受害者 所以這些大環境的事情 下個星期 不過有一點點提到 觀眾真的聰明提醒了 我們差點忘記提這件事 遼寧艦那一回 真的 去完南海大 大巡遊 刀個圈 演示實力之後 回去 回國之後 第一件事發生的就是 海軍司令 吳勝利將軍被撤職 吳勝利嘛 沒有說錯名 你留意清楚發生什麼事 又是那句 大家在看熱鬧 你看報警版好像很行 誰真正知道他不行呢 海軍司令自己真的不知道 真的知道 他不會老點你 他自己是艇上的 小小小小小 他真的坐艇 而他被撤職 即是說 有人想暗口 有人想暗口 這件事 他自己很低調地 說撤職 但是外面 最近都傳得很厲害 為何遼寧艦 騷完肌肉出來 突然海軍司令官 這樣炒毀了呢 當然是 最近這件事出了事 最耀武揚威那次 按道理如果真的是海船的話 應該 加官盡着 現在怎會突然間斥職 有兩個可能性 一 就是真的應該加官盡着 不加官盡着 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他作為海軍司令官 寫了一個很老實的報告 軍人 我們當不是 真是前線那些 不是把老婆子女 真是前線那些 不是軍委最頂級的 數人自己數到壞了 那些最前線的人 知道是麻煩的 是啊 當年 知道大件事不可以跟日本打的什麼人 北洋前線的那些 而且包括李鴻章在來 最前線的這一班 和李鴻章那些 北洋海軍的艦館帶 大家都知道什麼 攬上有些時候見微知著東西 要看戰況就看這些 不是只看熱鬧那麼簡單 我們的節目叫決戰 真是要看這些 八卦了說多一點點 原本說中環 說到中南海 現在是網耳大政的 被人掃咪 哈哈哈哈 八卦了那麼多 因為女王還要照顧一下 所以今晚時間不多 下次見面就已經是農曆年 雞全部都是雞的 雞年 要計算今年立春初七 好像初七 好像初七 雞年最後還有一集 如果是初七的話 OKOKOK 最好由女王回來 由她說清楚 女王來講講 說完事實 下次最好 OK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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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